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要教大家繪製的是 P型多勾的皮帶輪 那這裡你有跟我一樣 有遇到這樣的問題嗎 我們如果在繪製 多勾型的皮帶的時候 往往我們不會去記說 這裡的尺寸該怎麼去標註 那通常呢 P型的皮帶呢 它都有一些特定的尺寸 那我們如果遇到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去查一些資訊 來把這個多勾皮帶把它畫出來 或者是說你只是標註一個 失憶的 然後最後讓供應商呢 去有這個道具來把它製作出來 那有時候呢 我們在標註工程圖的時候呢 還是要把這個正確的尺寸給它 標註出來 所以有時候這樣一來一往呢 我們可能會 需要去溝通 那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把它畫出來之後呢 往後的溝通會比較順利一點 那這裡我們如果每次遇到都要去繪製的話呢 常常就是畫完一次之後都會忘記 一個皮帶 那這樣子呢 它就會變成我們想要一個規格 那這裡呢 我們涵蓋了五種的P型規格 像是 PL PM PK PJ 以及PH 這五大類 我們都可以套用這個模式 那這裡要怎麼去做它呢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我們在繪製之前呢 我們要先做數學式的建立 那這裡呢 如果你對於數學式呢 是比較不了解的 會建議你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裡會有一個數學式的入門篇 那我們學會怎麼去建立以及增加這些參數的時候呢 我們再來會是這個皮帶輪的一個參數的一個方式呢 我們會比較合適一點 那這裡呢 就直接進入主題 那這裡我們要輸入什麼呢 我們一開始數學關係式呢 要輸入的是整體變數 那整體變數呢 就是畫面上這樣子 你可以按下暫停 來看一下這裡的參數 那這邊呢 都是給各位一個參考值 或者是呢 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我會放上這個數學式 那這裡呢 它一些參數的變數呢 會跟你是P型的哪一類型呢 是有關的 那這裡呢 我有在說明這邊有打上 像是H,J,K,L,M 它的代表就是PH,PC,PK,PL,PM 意思就是說 如果假設今天我們要繪製的是P,J型的皮帶輪 那我們就是參考的這個J 那這裡我用兩三個來做個舉例 像是這個超距E E是2.34 那2.34這裡呢 它就是J型的皮帶 所以我們這裡呢 我們要輸入的數學式的這個數值呢 是跟我們的哪一類型的P型的那個皮帶溝呢 是有關聯的 所以我們不是隨便輸入的 這邊呢 是它有一些參考的值 那我們 比較可以去設定呢 就是它的皮帶的溝數 像是3溝 4溝 5溝 6溝 這邊我們就可以自己去設定它 那其他的呢 它都是有一些代表的 以及說我們皮帶輪的外境 這邊呢 它有一個最小值的參考值 我們最小不能小於這個數值 那像這樣子 這邊就讓各位去參考 那我們第一步呢 就是把我們的整體變數給它輸入完 那再來我們可能在畫面上會看到這裡有一個數學關係式 那這裡呢 我們先不用去做它 因為我們等一下在繪製草圖的時候才會去做到 那這邊讓大家先去嘗試先做到這裡囉 接下來呢 要正式進入皮帶輪的繪製 那這裡呢 我們一開始呢 要繪製出來的呢 是皮帶輪的外境 以及它的寬度 那首先我們從前基準面進入草圖 進來之後呢 我們使用的是中心的矩形 先畫出一個中心出來 那這裡呢 是使用的旋轉塗料 所以我們是畫一半的草圖 那這個中心的位置呢 跟這個圓心呢 做一個垂直的放置 然後讓底部這條邊線跟我們的圓點呢 做個重合 那這樣子呢 我們重合完之後 這裡呢 我們等一下繪製出來呢 它的基準面就會在這個皮帶輪的中間 那這樣未來我們在做 組裝的時候會比較方便一點 以及在底部的時候 這裡畫一條中心線 然後這裡呢 我們就要開始去標註尺寸 首先我們標註的是外境 我們點選了上邊 以及這個中心線 然後移動到中間之後 它就會連結了這個外境 然後會變成一個直徑 那這裡我們要給它的尺寸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我們要給它的是 皮帶輪的外境就是第一 那這裡呢 我們讓它等於第一 好它就會連結了我們剛一開始所設定的數學式 我們直接輸入第一 第一輸入完之後 好按下打勾 好那看到紅色的 它基本上就會連結了這個數值 接下來呢 就是一個關鍵 再來我們要輸入的是 皮帶輪的寬度 好那這裡呢 我所建立的數學式呢 就是它是一個最小皮帶輪寬度 好所以你未來你的皮帶輪 不一定是這個尺寸 但是你可以依照這個尺寸來做參考 好如果你想要讓它厚一點 你就從兩邊再做一個對稱的生長 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可以做出這一個 好最小的皮帶輪的寬度 那這裡呢 好你可以看這裡的輸入 也可以直接用複製的 好假設我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我們進入標注 標注這個寬度 然後等於 剛剛的那一段數學式 好這邊都已經設定好 所以你輸入完之後呢 直接按打勾它就OK了 那基本上呢 它就會連結了這個數學式 就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只要做旋轉的填料 旋轉填料之後呢 它會要你選擇的是旋轉的中心 那我們就選擇這個中心線 選完之後按打勾 我們就完成了第一步 好那這裡 做到這裡呢 是蠻輕鬆的 那這邊呢 先給各位去嘗試一下 好那基本上它最重點的地方在於說 我們的最小皮帶輪的寬度呢 要去連結了數學式 這樣子未來在更改參數的時候 連寬度它也會跟著做更動 好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接下來呢 我們要繪製這個單元的重點 就是這個P型多勾皮帶輪它的溝槽 那這裡呢 我們會用旋轉除掉呢 先繪製一個溝槽出來 首先一樣我們進入前基準面 好那進來之後呢 我們先正視於它 然後我們要繪製出呢 皮帶的一個溝槽 好那首先我們用直線的方式呢 繪製一個三角形出來 那這裡呢 就是這樣子 先隨便的把它點選出來 點選完之後呢 我們選擇了剛剛我們繪製的這個邊線 最外邊的這個邊線 先把它參考起來 好那這裡 線你可以重合或是 或是比它更長都可以 好那這邊我暫時是用重合的方式 我先畫一個圓 然後給它變成是一個幾何建構線 跟這兩條線是做相切 好那這邊做法細節讓各位去參考 我就是快速的做個示範就可以了 好像這樣子相切 相切完之後呢 那這邊我讓它選擇這個圓的圓心 跟這個三角形的最底部 做一個垂直的放置 讓它兩邊是對稱的 來看一下 OK 這樣子它就是對稱了 再來我們就要依序的去標註尺寸 那這些尺寸呢 它都是連結的數學式 首先我們先來標註這個圓 這裡呢 這個圓呢 它有特定的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都有設定好 它就是一個db 那我們給它等於db 好 db連接完之後呢 按打勾 那這個db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如果是皮帶輪 用 測秀的把它測出來之後呢 這個db就是它所量測的一個圓棒的圓柱 好運用這個db的一個值呢 來量測這個皮帶輪的尺寸的一個公差 主要是這樣子的 再來我們選擇這個圓 跟這條邊線 我們要標註這個圓跟這條邊線 它的距離 那標註完之後呢 我們先直接按打勾 然後我們在左邊這裡的導線打開來 選擇它的最小 這裡 給它選擇最小 它有時候它可能是最大 那這邊讓大家去調整 基本上是最小 然後移動一下 這裡一樣我們要給它一個數學式 那這裡呢 我們就要用運算的方式 所以要讓它等於 等於雙行奧的2x 然後再除以2 那因為這邊我們是畫一半 所以要除以2 然後按打勾 它就會連結這個數值 那基本上呢 它應該是三位數的 那我們再點選一下呢 選擇這個 這邊 給它一個1.123 點1.123這裡 讓它顯示三位數 那你不選擇也沒有關係的 那我這邊就是把它顯示出來 好顯示完之後呢 再來我們要標註這個 圓柱跟最旁邊這裡的一個距離 點選完之後呢 讓它等於一個f 這邊就是我們一開始所設定好的數學式 我們都已經設定完了 那直接按打勾 再來呢 我們要標註的是 這個三角形的 它的尺寸 它是有一個角度的限制的 點選完之後 給它等於a 連結完之後按打勾 那我們看到這裡呢 已經都變成黑色了 黑色的意思 代表它就是完全定義 我們在做參數式繪圖呢 千萬要記得 一定要使用完全定義的方式 這樣子我們再更改參數 它才不會產生錯誤 可是接下來我們這裡呢 還有一些地方還沒有做完 那我們繼續做 我們選擇草圖的圓角 這裡呢 我先隨便給它一個0.1的一個數值 是這個角 好 三角形最底下這個角 點選完之後呢 好 那我們一樣 要連結了一個參數 那我們一樣把它點兩下 給它等於RT 就會連結了參數 按打勾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出的是 這邊的一個圓角 好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做呢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先 我們剛剛都沒有把這個線段 給它刪除掉嘛 好 所以 我們先畫兩個圓 先畫出兩個圓出來 然後這兩個圓呢 個別跟這邊的線呢 做一個 相切 那這邊有做快一點 那細節讓各位去嘗試 做到這裡之後呢 我們先把 多餘的線給它刪除掉 首先這邊刪除 然後這裡也是把它刪除掉 然後我們再拉近一點 這條線是多的刪除 以及 這邊也是多餘的 好 我們把多餘的線都刪除完之後呢 它就剩下這兩個圓弧 我們把兩個圓弧 用Ctrl按住之後選舉起來 讓它是 等長等近的 這兩個是相等的 那選完之後 我們一樣要設定 數學式 這邊我們直接給它等於一個 rp 這定完rp之後呢 直接按打勾它就會連結了 連結完之後 我們最後再做一個確認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完全定義 是都是黑色的 如果都是黑色就沒有問題的 那最後呢 我們再畫一條中心線 從圓形這裡水平的 畫一條中心線 然後畫完之後 我們就使用了旋轉除掉 先做出了這個溝槽出來 基本上我們的 多勾型的皮帶輪就快完成了 那各位呢 就先做到這裡囉 接下來要做的呢 是這個單元最輕鬆的 就是我們做到這裡之後呢 剩下的就是把這個 皮帶勾數呢 用複製的把它做出來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做呢 那這裡我先讓大家知道一下 皮帶輪呢 我們這個p型的多勾皮帶輪 它這個勾的地方呢 一定都是r角 如果你沒有用r角的話呢 我們如果是皮帶在傳動的時候 有毛邊 那容易會把皮帶給傷到的 所以這邊一定要做r角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我們在旋轉除掉已經把它做出來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在複製的時候 就會非常的單純 我們只要複製這個 旋轉除掉的指令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在左邊這裡呢 把它選舉起來 然後這裡我們就會看到一個 直線複製排列 我們把它按進去 進來之後呢 它預設因為我們有先選擇的 所以特徵盒面呢 它已經選擇了這個 除掉的旋轉 再來就是要選擇方向 那方向我們點選一下呢 選擇這個圓柱 選完之後呢 這裡呢 我們要給它連結的參數 那這裡是什麼呢 這裡就是它的間距 這裡間距呢 就是我們剛剛設定的數學式 那給它什麼呢 我們給它等於1 點選完之後 我們直接按打勾 它就會連結了這個數值 再來呢 就是它的 副本數 副本數就是我們要複製幾個 這裡呢 我們給它等於N N呢 我們就已經設定好了 一樣按打勾 然後做完之後 我們就把它按打勾 它基本上就會做出這個 P型多勾的一個P帶輪 像這樣子 它就已經完成了喔 那這樣子就很輕鬆的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參數式的 多勾P型的一個P帶輪 給它繪製完 那等一下下一個單元 就要來嘗試一下 我們如果要變更的話 它會發生什麼事呢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更改參數 來看一下 P型多勾的P帶輪呢 是不是會照我們想要的去做更動呢 那首先呢 來更改一個比較單純一點的 這裡呢 我來更改一下P帶輪的外徑 假設這裡外徑我把它改成80 然後呢 P帶的勾數 我們現在設定的是8勾 假設 我把它改成6勾 然後我們按下確定 我們看一下它會發生什麼狀況 那基本上這裡呢 還是一個PJ型的一個P帶輪 來看一下 它會發生什麼事囉 好我們看到它已經變更了 我們來看一下 好外徑變小了 那這邊呢 好一樣 形狀是沒有改變的 那它已經變成6勾了 而且呢 這個寬度呢 它也會照著我們的數學式呢 來連結的 所以是相當方便的 那再來呢 我們再來更改一次 這一次呢 我把它改成PK的 來看一下 那如果要改成PK的呢 首先這個槽距要把它修正一下 這裡是3.56 那這邊的角度是一樣的 那 那 RP呢 RP是不一樣的 是0.25 那頂圓 底圓的角呢 也是不一樣的 RT是0.5 稍微大一點 DP呢 是2.5 2X呢 2X呢 是0.99 那F的值呢 是2.5 2X 假設是這樣 那我的外鏡燈勾速呢 我沒有做改變 那我們按下確定 看一下它的勾槽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好 我們看到呢 它的勾槽呢 產生改變了 像這樣子 那這裡呢 就是一個PK型的 一個皮帶的一個 皮帶輪勾速的一個樣子 那這裡呢 細節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我就是示範了這兩個 所以呢 它 關於 PH PJ PK PL PM 都可以用這種形式 都是可以套用的 那這裡讓大家去嘗試一下更改囉 那這裡是相當方便的 最後呢 總結一下 P型多夠的參數 皮帶輪的畫法 那今天所教導的畫法呢 是非常方便的 就是我們畫完一次之後 未來我們不需要再查這個尺寸了 就是運用數學式的更改 我們就可以建立這個外型 那所以呢 我們 如果你常常遇到說 你要畫皮帶輪 但是 每次都會忘記說 皮帶輪的勾槽的尺寸 要怎麼去繪製 那這邊 我也不會建議各位 要把它背起來 好 因為這樣子太辛苦了 你總有一天還是會忘記的 所以 那倒不如運用參數式的繪讀 我們把它建立完之後 未來 如果你想要使用 你可以透過 好 用這個 零件的一個範本的方式 那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到 零件的範本範 一樣都可以把皮帶輪建立成範本 那未來 你只要開啟範本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開啟這個皮帶輪的範本 來去做更改 或者是說 我們呢 就是把它存成一個零件 那未來如果需要的時候 把它打開 另存新檔 也是個方式的 好 那這裡呢 我們製作完這個 P型多夠的皮帶輪之後呢 好 有可能你需要 把它做出一個 皮帶系統的設計 那這裡呢 也會建議你去參考 好 我們組合鍵裡面有一個 好 皮帶輪的組裝的方式 好 它可以運用參數的方式 好 它是用軟體呢 好 自動幫我們算出皮帶的長度 所以我們呢 在製作上呢 會比較便利的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 你可以到 影片底下的說明 那邊都會放上連結 好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